远景穿上房刺背心 来回巡逻 过去每年六四都会在香港 维多丽雅公园举办的烛光晚会 从去年开始变成同乡会 家乡市集嘉年华 纪念活动成了禁忌 同一时间人潮众多的地铁 天后站 铜锣湾站 入口都增派警力 不时还能看到装甲车和警车 进进出出 适逢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五周年 回归后的香港 已看不到任何纪念活动 特首李家超不只说六四 而是用个别日子这几个字眼 警告有心人士不要惹是生非 外媒路透社直集 天安门广场仍聚集大量游客 道路和自行车道照常开放 但六四前夕处处可见警力部署 能俯瞰天安门广场的城楼闭馆 二号到五号期间 天安门东站地铁出口也关闭 外媒美国之音报导 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和网路游戏平台 宣布禁止更换大头罩和昵称 要防止有人用迂回的方式 纪念六四事件 香港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 多年来都会在六四前夕 刊登纪念导文 不过今年最新一期头版 却开天窗 表示英式未能刊出 总统赖清德在脸书发文 表示任何政权都应该勇敢面对 人民的声音 陆委会也表示 中共应勇于面对六四事件 历史事实 呼吁北京以具体行动 实现民主制度 保障基本人权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